我们之前的顺位 接下来轮到张大大成为国王 现在请张大大挑选你的王后和骑士 你要是不信我 你选我当皇后也行 我不给你选择我 你不相信我 但是我保你个红 可以啊 他当皇后 我当骑士 我选王后宋雨琪 骑士 陈哲远 这把肯定会被否掉的 因为凯哥手里的否决还没用 周深手里的否决也没用 我们也要举 我们举我们才能保 因为我们在选择范围之内 不用保 他们下面如果我们还不同意 我们俩取就行了 好 明白 张大大已经选择了两位 目前场上才有六个权杖 接下来请陈哲远 来 表态你们是否行使否决权 三 二 一 三个 四个 四票 是否决权 声效 所以这个组合被否决 说明这个选择是对的 两个坏的进来反对了 接下来请张大大从四位行使否决权的成员当中挑选一位新的国王 我还是选择相信我的直觉 直觉 好朋友 然后如果他骗了我我也认了 我选贝比当国王 选我 好 新当选的国王是贝比 现在请贝比来挑选你的王后和骑士 张大大是我最相信的 那我就选他做我的骑士 什么 张大大骑士 他想贝里都是小圈大 陈哲远应该是OK的吧 哲远 选哲远 我选你 骑士吗 他是骑士 你是王后 现在我们场上只有最后的两根权杖 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否决的机会 宝贝姐有问题 为什么 他们里面肯定有鬼 我告诉你 肯定有鬼 为什么他选了宝贝 宝贝在选张大大 为什么呀 他当其实怎么了 他当其实怎么了 远远哥 如果你信我你就去 你们三个上去吧 就这样了 一把就这样了 我觉得你 不要举了 不行 真的不行 我的天哪 刘远 你看他最后机会 他就拉票了 你真的信我 宋雨琪把票留下了 对 宋雨琪是周刘远 因为他留到最后一轮 这是最后一轮了 我留我是要留红的 我觉得宋雨琪很有可能是周刘远 周刘远 我们现在都觉得他是周刘远 我真的是红的 我真的我赌了 你不要再受他们忽悠了 我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欺骗过你 就不要再纠结了 真的 这样 咱把琪 到了最开始 再重新玩一把 行吗 所以别吵了 目前手中还有权战的是 宇琪和陈哲远 你们是否 及时否决权 是 没有 为什么他选了宝贝 宝贝在选张大的 为什么 可 我 觉得生效 绝对是 我觉得天天游命吧 我先说一下 我觉得绝对的红是哪几个 我 马博谦 宋雨琪 然后大大跟baby之中 要选一个红出来 但是比较相信大大现在 不 你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baby姐是坏的 我怎么就是坏的了呢 我每一次都那么做好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坏的呢 因为白露也是坏的 她一直在帮你说话 如果你觉得是对 没关系 今天晚上红了输了 咱们再把这一季重录一遍 时光到回 接下来请baby从两位否决的成员当中 挑选一位成为新的国王 我只能选陈哲远 陈哲远当选新的国王 现在请陈哲远挑选你的王后和骑士 这也是最后一次选择 选选选选选选带来一个当骑士 我能相信你吗 你听发言听逻辑看我的眼睛 选择 选择 选择远 就她是骑士 我就选她是骑士 哲远 我一定一定一定是好的 那我这个王后选宋雨淇 是可以的吗 你可以选我 我宁可你选诚哥 宋雨淇 如果她是坏的 那又怎么样 我自爆 我是好的 我自爆 你直接选我那张牌就可以了 我就跟你说 红的今晚不可能输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天哪 好紧张 马上就到了我自证清白的时刻 我 完成这 你给我等这 哈哈哈哈哈哈 居然说我是Joker 哈哈哈哈 请国王抽取两张牌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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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王后抽取两张牌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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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说 红的今晚不可能输 的 你一定是坏的 但是你一定是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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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这场棋局 已经走到了 最终决胜的关键位置 最后一副棋子的走向 直接决定了 哪一阵营能够过胜 好 接下来我们就揭晓 骑士做出的最后选择 哦 我觉得这里值得站起来 哇 一定是红色 骑士放弃选择 他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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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自我牺牲 我选择自我牺牲 Let's go 耶 爆 你是什么 我 等一下 他们肯定在做节目效果 我抽到了两张黑的 我也是两张黑 你们肯定坐下就收到了 我不可能抽两张黑 你们俩全是 把韩拿出来当面抽 你们一张一张三 看我的做不做 不可能 我相信姚导 我跟姚导抽过了 绝对别那么弄 翻诚了 我相信姚导的人品 他不会这样的 我反正抽过两张黑 有人说他其实会有一些巧合 你投的是黑的是吧 我两张黑我投什么呀 我觉得这就是 这个像我们的 就是小的生活命令一样 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地方 但是好像又顺利成人 但一切交给这个 如同命运般的棋局吧 他爆了 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期 为什么用破格牌和棋局 来做主题 因为其实人生 无论多好的牌 有可能都会打烂 多烂的牌 也能打好 不到最后一步 千万千万不要放弃 给自己加加油 这一局的国王 依然是陈哲远 往后依然是雨琪 接下来就请哲远 从授予的球员当中 挑选一位棋士 哲远你再想一想 马博迁啊 哲远你再想一想吧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让你想的都有问题 快进去吧 这个是老周克 快进去快进去 他这么顺着他 快进去 骂呀 哲远你的判断是对的 我不知道他投什么 但我这一局一定要 投一个红数 你就肯定肯定 他们的姓国王 王后和骑士 前往各自的房间 这么开心 你进去看吧 这两位如果是周克 真的今天晚上就是 说我 听见他们的少 哈哈哈哈 四黑 四黑 黑 黑 明了已经是吧 明了没所谓了 反正他现在也挑一个人 就把你们都挑了 你们都黑 那没人就我了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需要两轮丝黑 哈哈 黑黑黑 马伯谦不可能是怀的 送入其中 请国王抽取两张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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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现在这场棋局 已经走到了 最终决胜的关键位置 最后一步棋子的走向 直接决定了 哪一阵营能够获胜 接下来 我们就揭晓 骑士做出的最后选择 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 现在这场棋局 已经走到了 最终决胜的关键位置 最后一步棋子的走向 直接决定了 哪一阵营能够获胜 接下来我们就揭晓骑士 做出的最后选择 好紧张啊 红桃 红桃玩家获胜 太棒了 真帅 真帅 还有红的是谁 红的 那另外一个周口是 请进 请你查看你的标题牌 哇 我是Joker 现在你就可以选择 这人作为自己的帮手 那我要不选 我的身份牌就是那牙牙 就是我看你啊 拿出来看吧 什么呀我的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选的你哦 你是最你是我们是第三身份啊 我要下车 已经跑不走了 师傅 师傅 师傅放我出去 I am the Joker 我真的就是 你整个开心 你整个开心 你 我觉得马博谦跟张大大 是好人阵营 跟我一样 王后张大大 然后骑士 贝丽姐 我需要先假设自己是 我们当中死鸡而等 贝丽姐这几轮的发言 一直没有让我有任何的疑问 我还是选择相信我的 好朋友 然后如果他骗了我 我也认了 我选贝比达过我 认我 张大大是我最相信的 那我就选他做我的 启示 是 陈哲远应该是OK的吧 哲远 选哲远 选你 骑士吗 他是骑士 骑士 骑士 你想六个人都是特殊身 我要去表演你 家里面肯定有 我学大大真的太像中管 大大跟BB 就是 他们俩可以帮我 我们几个人玩死 不好意思哥 尽力尽力了 尽力了哥 尽力了 你是什么身份 Joker 我们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都要去拿奥斯卡了 你是一直被他们两个夹在中间 忽悠来忽悠去 所以我没有办法相信你 虽然没有赢 但是为了奥斯卡 我很开心 我真的好相信你俩 我真的太 习惯就好 天呐 我一晚上在被坏人拉下水 被好人怀疑是Joker 我一左一右做了两个坏蛋 我被骗了一个晚上 马波前第一把就选中了大Joker和小Joker 你第一把就把他们救出来了 这就是本节目给你开的一个Joker 龙头相信到尾 马波前别回想 回想就会觉得自己好蠢 真的不要想 我 以后再 恭喜场上的五位红桃玩家 恭喜马波前 盛吉 白露 沙翼 陈真月 沙哥 沙哥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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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冤枉了一几年之后还赢了 永远没有人相信你 沙哥就是他瞎搞 你看都结束了 我的队友都不知道我 什么 永远没有人相信 我说什么都屏蔽都没人听 但是这种游戏就是好人会受委屈 比坏人又担心受罢 恭喜我们的红桃玩家获胜 暂时会兑换成由MC为大家提供的 黄金豆腐 你怎么每次玩这游戏都赢 真的 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好漂亮 真的是金的 这好漂亮 首先有请两队的辩论指导一句话 来阐述本队的观点 好的 谢谢 谢谢主席 我们这边的观点非常的简单 就是今天早上在黑暗的休息室里呢 李晨先生应该是被 杀意先生击打的头部 就这么简单 谢谢熊华老师 他刚才说应该是 也就是在对方那里这个事实都是猜测 我方是明确 直接 百分之百肯定的 我方 杀意没有击打李晨先生的头部 谢谢 百分之百这个词一旦出现在四个选项里 一般是错误选项 接下来我们两队轮流来展示自己的证据 表达自己的观点 首先有请我们的白队 好的 你先说吧 没事 你先说 你先说吧 没事 你先说 他展示证据 你先说 来 可以拿出我们的第一项证据来 我们今天在游戏的环节当中赢得了一张照片 这个751的这张照片呢 其实这个房间号是杀意的房间号 也就是证明其实是在昨天的时间 他接受了剧组的拍摄 我对此的怀疑就是如果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看过奔跑吧这个节目 你们可能有知道 如果提前有任务的话 会拍一些小片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 看到这样的方式的时候 我自己会觉得他可能提前会 节目组至少是给他有安排的 而且他也承认了 他在节目里面说了 他说我是有任务的 我以为咱们都是有任务的 我们 我不是说 什么 什么 我不是 怎么 这个都是被节目记录下来的 我的话说完了 好 这是我们白队的第一轮的发言 有请成队 好的 我可以到前面来说吗 你们好吗 你们好吗 这比较自由 比较自由 先来回答李诚刚才的陈述 他刚才展示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只能说明 有一个VJ和一个导演 曾经站在过他的门口而已 对吗 对吗 那如果说到拍小片 那我就要展示我方的证据 第一张照片 请 把李晨拍小片的照片拿出来 对面坐的这个位小帅哥就是我们的总导演姚依天 昨天收工以后 他们俩单独坐在了一个类似像咖啡厅一样的地方 而且桌上还摆着我们的主冠名商安慕熙 所以 比起刚才那张在门口VJ的照片 我觉得这张照片更能说明 什么叫拍小片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得到了一段 李晨跟导演 在刚才那张照片里边 对话的录音 其实广杀还是很放松的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 多给他设计一些 女原类的 音乐拍子 那些人都没有 后半段我就给大家延续下去 今天让你大个人的头 嫁祸给一个演技很好的人的话 我该给谁 看起来还要坏坏的 那只有杀一个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的杀一老师 今天是被完完全全的诬陷了 我的发言完了 谢谢 谢谢陈队郑凯的发言 准备得很充分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白队 现场亲爱的观众你们好 我们承认诚哥还有沙哥 他们都有跟导演有了一番交流 他问你的时候就是问沙一哥怎么怎么怎么 是不是 没有 他就是问我对新成员的看法 三个人 而这也说明了 诚哥之前被拍到的那张照片是真的采访 但是采访归采访 采访不等于任务 我们这边也有两段录音 分别是诚哥和沙哥的录音 是完整的录音 下面我们分别放一下两段录音 诚哥今天专门约你过来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也录了大概两个了嘛 现在的这个也想听你对我们现场的一些评价 我觉得其实老沙还是很放松的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 应该多给他设计一些原来的 因为他明明一点录音都没有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沙翼老师的录音 然后李晨是一如既往的很努力 他也有的时候 会对每一些没有用的细节过于关注 那你觉得谁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应该是李晨 你看李晨毕竟是力量型的 如果这个游戏不需要体力和力量 我应该是这五六个人你最聪明 大家听到了最后一句话 这个最聪明的 当人不让 那好 当你们听到沙哥这个录音的时候 其实第一句回答的是一个答案 对吗 你们没有听到前面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这个前面的问题可能问到 如果让你选择你想要打的那个人 你会选择谁呢 李晨 票 高智商 对吧 好 两个细节 好 两个细节 一个 第一 请 您评价一下对其他几位MC的看法 我现在的这个也想听听你对我们现在的MC的一些评价 第二 到了我们沙哥这边 那你觉得谁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谁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很明显是个陷阱 这很明显是个陷阱 慎重 谢谢 那这里正好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到的时间点 同时九点到场 因为这个是通知我们的下楼时间 就节目组通知谁几点下楼谁就先进下楼 一个特别好的心理学的一个小的技巧的运用就是 如果房间里只有两个人 他清楚的知道你不会做他很明显 而且他也便于洗脱自己的嫌疑 他会说那我是先做的呀 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就是这个位置不是我空的 刚才你们刚讲那些什么所谓的录音 这个是什么对手 跟打头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想打他的话 我觉得他俩挨得最近打他不是很明显吗 那我就不打他后边脖子了 我就直接照脸给他 我想说一下 其实早上的时候呢 我跟郑凯也是李承对的人 但是经过一整天的分析和感受之后呢 以我们对这两个人的了解 第一感知沙姨老师是被冤枉的 我想说一个细节 是他从黑灯开始的那一瞬间 就一直抓着我的衣服 我不知道为什么 程师哥你被打了几下 我是被打了一下被绊了一下 我是学琴拿的呀 打完你还给你个伴儿 半做不做的时候打的 朋友们 我们先别说黑灯以后的事 因为在黑灯以前 我们还有一段视频想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一看 是我的心里琢磨着有任务 还是李承心里有事 来 你看 这个只是我坐下的一瞬间 我打哈气也不行 我打哈气也不行 还好多吗 我跟这四点 没想着打 然后我倒头就是 你知道什么叫倒头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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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我觉得谁紧张能看出来 对 谁紧张谁能看出来 真的 我能提醒再看一遍吗 对 我稍微点出两个小细节 大家先看第一 刚才第一个小片段 注意眼神 是谁在找镜头的位置 我没找镜头 我是看那果盘里头都撒水果 第二个细节是 李晨打完了哈欠之后 紧接着杀衣也打了一个哈欠 模仿是掩盖紧张最好的方法 我都能给你解释 为什么扫到那gopro 因为大家看见了 他就在那果盘旁边 我就想吃那个果盘 后来我早在一想 这果盘几点切的呀 是不是有点馊了这水果 我说我早上起来 别吃拉肚子了 然后聊天的时候 李晨腿一盘 你看 我就看盯他那鞋 我说这鞋好看的 这鞋多大号了 你说我要心里有事 我能考虑这么多绕玩的吗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杀衣哥从头到尾 非常的放松 真的像一个早起的老人 老人 李晨哥从一进场 就极其的紧张 他的动作非常的夸张 他是这样 然后他又说到倒头就睡 倒头就睡就是倒头就睡 为什么要倒头就睡呢 我跟你讲 这就是沈国军的我 那为什么此刻 你在故装镇定 请问你们谁 没有在故装镇定 此时此刻 我们都很放松 请问我打你那一下 在哪呢 观众朋友们 请看一下此时此刻的 浮咖的表演 我们叫有理有据 我们也有理有据 你们还有证据吗 我们还有证据吗 我们人少啊 拿出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少呢 因为真理往往站在 现在我们人少 还有一个说不清楚的 说不清楚的 公平吗你说 他说不清楚 你们怎么换帽子了 他啥也没说 换啥帽子 好 来 双方队员 在这个证据上面 我们已经展示过很多次了 双方有没有新的其他的证据 大家知道啊 就是我方拥有更多的当事人 他们就在那个现场 所以我方向出示的最后一个证据 其实是一个展示 我们把那个整个过程 给大家尽力地去重现一次 好吧 来 模拟开始 啪 灯 啪 就黑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第一时间我就要抓住他了 因为太吓人了 你知道吗 恐怖 然后李诚就开始 他要把两只手腾出来 他开始这个手 往下划我的手 我就死死地抓住 因为我太害怕了 最终因为他力气大 他还是拿出去了 他拿出去之后 我迅速地这样抓住了他 因为我太害怕了 我就这样抓住他 然后我怎么样了 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然后我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我还这么抓着 然后他就拍手了 然后我就 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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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为什么要倒头就睡呢 好 我完成任务了 我可以坐下了 他就坐下 他坐下的转 郑凯来了 郑凯 郑凯 他把 他把郑凯推开了 他又站下来了 又站下来了 他说有人打我 我一听有人打他 我啪唧一架 啪唧一架就蹲这了 我就蹲下了 这就是他所说的 他自己挨了一下之后 我给他一半 明白了吗 可以 输够了 完全够了 我很感激刚才有一段现场的情景演绎 因为一个编造的细节内部是会冲突的 在一个黑的房间你是啥都看不见的 那你啥都看不见 但那时候杀一哥是抓住你的 这是一个本能 对啊 他就在旁边挨着的就肯定就能抓住啊 因为 因为杀一哥有要打的这个任务 所以当天黑的时候 他知道要实行任务的时候 他不确定他的目标是否会移动 所以下一世我马上抓住了他 抓住他第一点是我确认目标的位置 第二点 就是因为我两个手都抓着你 我没有手打你啊 我没有手打你 怎么能说是我打的你呢 而且当初我们问杀一哥 为什么也会在地上的时候 杀一哥的解释是 我俩手一直拽着你呢 我害怕 我倒地了 如果在这个地方听到了被打的声音 为什么我还要第一时间往前躲呢 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往后锁 而不是会往前傾 有点太夸